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智寒凉的女特务 演成刻意耍狠的颠簸 像学将曼春那般猛虎出龙的霸气 功底跟不上 结果身子没动 头先撑出两里地 质感稀碎 美美严绿镜藏桌 脸崩得厉害 一级表情就是灾难现场 演技更是拉胯 我告诉你怎么看一个演员 在酝酿他自己的戏怎么演 看好了 我帮你 刷吧 刷刷 我还有 细节在于 当一个演员不停地动他的嘴巴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在酝酿接下来这么表演 这是一个很难掩盖住 吃戏更是掉分 一天的食欲都没有了 咱也不知道 关雪这个架子要端到什么时候 在家吃饭都放不开 拿着饭碗的动作都好像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而且他吃得太费劲了 这一口西红柿炒鸡蛋是打算在嘴巴里再翻炒几遍吗 另外 吃东西的时候杨幂这个嘴巴更凹了 下半张脸完全变形 我都担心他吃着吃着下巴掉进饭碗里 大概也是因为吃相不好看 后面的镜头中杨幂基本没有正经吃过东西 就比如他加起来一筷子锅包肉 翻来翻去 就是不往嘴里送 镜头一转 他的肉没了 只是用筷子捉着饭碗 一副百无聊爱 毫无食欲的表情 对比型号 上去就加一筷子的西红柿炒鸡蛋 大口吃进嘴巴里 还不忘霸了两筷子米饭 而这一口的饭菜还没咀嚼完呢 他又忍不住去加炒土豆丝 就这样三两下 他那一大碗米饭都快要吃没了 而且素菜能吃出肉菜的香味 秦浩这吃戏果然有点东西 看着看着 我这手里的外卖都没自卫了 甚至也开始怀念起家常便饭的味道 这就是好的吃戏的感染力 居立小荧幕 容易把路走窄 杨密吉厚厚的转战大荧幕 喊来鱼千 天宇 鱼挨雷 围着热辣滚烫的火锅 七里咔嚓二十天拍完 二十天 鸡都没出篮 能拍出啥好片子 果不其然 平庸无聊 芝麻绿豆大点的是 墨迹啰嗦两小时 结果票房扑街 没几天 自降档刺成网大 连串的迷惑操作 败光了好感 接连两部戏差评 不少人都期望 她能在某腰小红娘 有所突破 但在古偶舒适 躯带惯了的杨密 表演仍失水准 冷着脸 平鸣嘴 毛里空空 眉梢眼角 掀不起一丝情绪的波澜 用面无表情 来演绎凉薄冷漠 云淡风轻的冰山美人 早过时 在重偶戏里 杨密的吃戏 也没有一点进步 鸡腿放在嘴边 看似嘴巴张开在撕咬 镜头一切 两颊不骨囊 嘴唇上也没有光 更没咀嚼的动作 请问 鸡腿缺的那块 谁吃了 香甜软糯的秘薯 送到跟前 一脸丑剑 吃得就烦得无奈怅然 要么干举着当摆设 要么没完没了的八皮 最后也只是象征性的敏一口 这一鸣比八戒吃人生果还快 红薯只受了点皮外伤 这样糊弄的吃戏 真是瞎子点灯白费了 没啥意义 派他干啥呢 不会演别尬演 前段时间热播的雨凤行 赵丽颖就贡献了一段教科书式吃戏 而赵丽颖 恰好将女王爷的布拘小节 鱼骨偶应该有的颜值 融合到了一起 这块肥瘦相间的肉 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而赵丽颖二话不说 直接送到嘴边就是一口 太香了 嘴里的都还没嚼完 直接又是一口 一边嚼着赵丽颖 还一边看向了灵灯星 这时候她不是在凸显刺激的演技 而是完全沉浸在人物里 在吃的同时还不忘了 与对手演员交流 后面又是一大口 这肉已经肥的流油 说实话 就算是普通人吃这么肥的肉 都得在心里念叨着罪过 而赵丽颖作为八五花 也没有丝毫的顾忌 一点架子都没有 让人好感度直线上升 而舍石曼不顾形象的吃戏 更是让我眼前一亮 吃汤圆 她先是狐疑地 在众人目光下咬了一小口 明显有点被惊喜到了 下一口 先是将头再微微测过去 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喜欢 可还是直接将整个汤圆吞了进去 虽然是霸总 却非常真实 整个女人的可爱和热爱美食的特点 已经越燃直上 在外面 喝红酒 是必须要小口小口敏的 配上姐的复古红唇 氛围感直接拉满 没错 这才是姐的格调 然而 遇到男闺蜜的美食诱惑 她先是闭眼不看 大声喊道 我讨厌脂肪 讨厌碳水 然而当人家都把东西在自己嘴里了 刚刚还硬气的 她直接软下来了 嘴里嚼着肉 不顾形象的感叹 太好吃了 这是一大口碳水 加脂肪的满足 与前面喝的蔬菜汁 形成的强烈的反差 我想屏幕前的女性观众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代入感也太强了 还有唐嫣 剧中唐嫣饰演的汪小姐爱上了阿宝 却没有留住这个男人的心 蹲在路边的她吃着熟悉的排骨年糕 但身边已经空无一人 每一口都吃得用力 似乎想要将委屈 不甘和舍不的彤彤吞到肚子里 太让人泪目了 除此之外 这部剧中唐嫣还有不少高光的吃戏片段 她的动作大方自然 吃什么都不会让人出戏 不知道无形中打了多少假吃女演员的脸 杨子饰演的文小六前妻是个男人 大大咧咧习惯了 看见旁边刚出炉的热乎乎的鲜花饼子 徒手拿起来 卷麻卷麻塞进嘴里 一口咬下去 舒坦 吃得直眯眼镜 这不就是在家躺平吃零食的我 等到文小六回到浩灵 在父亲和哥哥面前故意装出乡下人的状态 更加放飞自我了 还是用手抓起桌子上的鸡肉 使劲掰下一个大鸡腿就往嘴里送 吃得满嘴流油 一边吃一边扒鸡嘴 哪怕是鸡腿上的肉吃没了 文小六也不忘记啃一啃骨肉上的筋 感觉浑身都在用力 这段可真是沉浸式吃锅了 而更真实的是 吃着吃着塞牙了 文小六动手抠了抠牙缝 呸得一声吐出了嘴里的食物残渣 把一个乡下人不知礼数 不拘小节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不难看出 这段杨子都是在真吃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演出了生活气 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 这看着看着 怎么还有点饿了呢 弹入感太强了 在《向风而行》中 虽然谭松韵饰演的程潇是女机长 职业给人一种很高大上的感觉 但从她的演绎却看不出任何距离感 当承宵训练一天又饿又累的时候 点了一份烧味饭 用勺子挖了一大口 把嘴巴塞得满满的 让香味蔓延到整个口腔 香得她都忍不住发出心满意足的声音 从嘴巴里的食物就能看出来 这段吃戏没有掺杂半点水分 谭松韵做到了每一段戏都认真对待的程度 之后的情节里还有一段是女主 因为体力不支而昏倒的戏份 醒来后的承宵早就饿得头鹰眼花 看到旁边的汉堡 二话不说直接开灶 上去就是一大口 承宵的身心都放松了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她的血条正在逐渐恢复 不得不说 就这个闭着眼睛咀嚼的吃戏 就够许多假吃演员学一辈子了 除此之外 新居中海青的吃戏也是标杆级别的存在 蹲在路边吃着盒饭 着急忙慌疤了两口 还得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外卖消息 吃出了小人物的辛酸苦楚 而同样是吃盒饭 刘涛在星辰大海里的这一段就过于刻意了 看似吃得很猛 动作却不够自然 加上本身气质也不接地气 自然让人出戏 只能说 吃戏也是一门学问 而身为演员永远不要对任何的戏份产生敷衍的心思 因为镜头和观众的眼镜都容不得沙子 说来也有点可悲 什么时候连真吃都成为评价演员是否惊艳 实力优劣的标准了 这难道不是所有演员都应该做到的一点吗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